锅锅捕食猎春 这个结果我无法接受 这是一只铁皮锅锅 饿了好几天了 此刻他正瞪着大眼看着我 我拿来一只猎春 结果锅锅直接扑了上去 上去就咬住了 猎春和锅锅打到了一起 我们近距离看一下 哎 猎春的嘴好像断了 这个角度看不清楚 然后他们俩分开了 感觉锅锅爬不起来了 还真是 果然猎春的口气断了 你们看到了没有 此时猎春的活性还可以 我用捏子动锅锅 感觉他好像站不起来了 我们回看一下 找找原因 刚开始他们打在一起 对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看到没有 猎春的口气刺到了锅锅 然后锅锅才起身 咬断了猎春的口气 这里已经断掉了 猎春断了口气 而锅锅受了重伤 锅锅的嘴巴里边好像有东西 应该是猎春的口气 我把这个夹出来看一下 锅锅嘴巴里边的 就是猎春断掉的口气 我用捏子 把锅锅扶起来 站好 看他还能不能缓过来 锅锅一直在抖 应该是中毒了 我感觉他活不了多久 猎春断了口气 以后进食是个问题 这样的结局 不是我想要的 大家好 我是康康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 点赞关注我哦 我们下期见